以及比個讚 行動創新內閣讚 準隔魁卓榮泰領軍 新政府第二波內閣人士亮相 亮點之一就是他 作家小野 文化部長李遠李部長 這對文化人來講 公眾的領域當中跟他們 實際上是有一些 不一樣的工作環境 但是很高興李遠部長 他能夠在考量之後 毅然決然的要加入 行動創新內閣 四月初之後才接到征詢 然後我猶豫了滿久 因為我家人都很擔心 因為我不該在這個時候 出來當公務 72歲的小野 目前是指風車基金會董事長 也是知名作家 過去活躍於電影電視圈 2016年柯文哲擔任 台北市長期間 小野出任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2018年柯文哲選連任 小野還去他的競選總幹事 當時小野還拍片 停選高雄市長的陳其邁 被轟綠營文化門神 讓他激動痛哭 我其實內心非常痛苦 我看到人心最黑暗的一面 我好想關起門來跟柯市長講說 我們兩個關在門來一起罵髒話好不好 小野老師有沒有什麼要講的 抱歉了抱歉 我實在是 來我們跟市長鼓勵一下好不好 但和柯文哲的罵基好關係 如今成為內閣新人士話題 小野不以為然 除了找來小野 落實準總統賴清德 民主大聯盟的理念 第二波內閣名單 還有前立委劉世芳 將接掌天下第一大部 內政部 現任行政院秘書長李孟燕 轉任交通部長 台北地監署檢察長 鄭明謙將出任法務部長 教育部長找來曾兩度出任 高雄市教育局長的 中山大學校長鄭英耀 其中只有劉世芳是民進黨籍 其他都是無黨籍 3.520接近 卓榮泰的行動創新內閣 漸漸成行 明時新聞綜合報導